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希望开展金融综合改革来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就在温州获批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前夕 我们的记者赶到温州进行采访 认识了一位正在为钱发愁的小老板 一大早 陈晓东就冒着鱼赶到一家银行 找到主抓信贷的副行长 希望银行能帮他解决三百万元的贷款 谈了半个小时 贷款没有争取到 陈晓东失望地回到船厂 陈晓东是浙江粤青七里港船业的董事长 温州造船业的第一艘民造船就是出自他的手 这曾经是陈晓东最自豪的事儿 在浙江造船业繁荣的05-06年 陈晓东的船厂从散货船 多用途船 到游轮等万吨级以上的船舶都可以制造 生意最好的时候 船台上会有12艘万吨级轮船同时开工 当时造一艘船能给他带来上千万的利润 但是七年过去了 这样的好时光早已不在 三月上旬 陈晓东就带着记者参观了船厂 欧江上停了几艘大船 陈晓东说 这些船有的是还没有完工 有的是已经完工 遭到了客户退单 只能停在这里等待新的买主 这艘船就是说去年三月份停下来 停下来 到现在一直没停下 但是他不参加营 因为还是少亏的 参加营 还是多亏的 在船厂的船台上 停着三艘正在建造的大船 陈晓东说 其中两艘是合作舰船 剩下这艘8800吨级的游轮 已经完成了80% 但是眼下还没有找到买主 陈晓东告诉我们 对于船厂是不是要继续维系 他心里很矛盾 船厂虽然运行得很艰难 但是此前他在银行有1.3亿的贷款 一旦停产 银行就会收回投资 船厂就不得不破产 但是 想维系生产 他每个月要支付100到150万元的银行利息 而且造船的成本很高 这三艘大船的制造成本得1.5个亿 见到现在这个程度 每个月仍然需要投入200万元 综合算下来 他每个月的支出至少要300万元 眼下他只能四处到银行求助 没有拿到订单 下面的工领 管理领都压不住 都有放假 不可能我船厂没有生产了 把所有的管理领都留在这个工厂里面 你多发几百万的工资 可能都要放假了 加上我这个船厂投资这么大 银行的融资成本 肯定到最轻轻一两年也会轻不住的 陈晓东告诉我们 他的家就住在欧江边上 爷爷是跑船的 父亲也跑了一辈子船 造船是几代人的梦想 他亲眼目睹了民营造船行业的兴川 不想就这样轻易放弃了 尽管眼下行业发展遇到困难 但是陈晓东认为 贸易离不开运输 而海运总是需要船的 他觉得行业的寒冬总会过去 他一直在想办法筹钱 想把船造出来 如果短时间寻不到买主 就先用来跑运输 也能勉强维持企业运转 生意比较忙的时候 我们这个船可以说 在十二个月之内呢 可以造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造到十四个月 十四个月 这个船没有订单 你觉得打算用它做什么呢 没订单 我如果企业里没有生产的话 不生产的话 就是变成企业是平产 因为我有海运公司嘛 一大市场太差的时候 我把它进入海运 进入海运 搞运输 陈晓东介绍 温州造船厂曾经兴盛一时 从马到头村 沿着江边至黄华码头 再到齐头三村 分布着二十多家造船企业 大大小小二百八十多个船台 沿江岸线排开 场景曾经非常壮观 他说 2006年 船厂生意好的时候 一艘船一天涨价几百万 买主都抢着买 这个生意好做的 就是说 有几家去进进你这个产品 这个价位呢 都是 你说了算了 都是提起来 反正一艘可以说 我整艘不卖的话 这个哪怕再收穿 只五千万 整艘不卖的话 到明天 我可以涨两百万 还涨三百万 都可以涨 那时候可以做到这一点 2006年 中国造船业 创下连续十二年 世界排名第三的成绩 如果以蹲计 当时中国造船业 完工量占了世界总量 百分之十九的份额 新接订单超过日本 2006年到2008年 全国造船厂 以每天一家的速度增加 两年时间 国内就雨后春笋般的 建起了700多家 民营造船厂 2006年 在民间资金赋予的 温州 台州地区 有三百多亿民营资本 杀入造船业淘金 但是 六年之后 我们看到 如今的船厂 大多已经停产 空无一人 在东港船厂 高高的龙门吊 还立在那里 船厂已经没有了围墙 地面上 也长满了杂草 在江海造船厂 中国船集社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企业的牌子 还挂在墙上 船台上同样 空无一船 大门紧闭 由于长时间 没有车辆进出 大门前 甚至长出了 半人多高的灌木丛 在远翻造船厂 研究师修的龙门吊 已经秀极翻番 厂区内地面凹陷 杂草丛生 只剩下一个看门人 这一圈船厂都没有开工的了 都没有 四五年没有开工了 这边船厂整个都是这样吗 这一片的船厂整个都是这样吗 都是这样 陈小冬告诉记者 造船业的寒冬 是跟随2008年的 全球金融风暴 一起降临的 当时 欧洲的一些船东 得不到银行的支持 大量撕毁订单 或者干脆弃船 此后 由于油价上涨 海运业务总量减少 运价也降低了 导致造船行业订单锐减 运价值一堆了 那些船都还过来买船 没有拿 减定造 哪怕你造好了 放在这里 都卖不出去 国内的有机船 2008年 世界海运风向标的 波罗的海指数 从3000多点 一路狂跌到900多点 到2012年初 已经跌到600点 造船业也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漫长动机 当年大举杀入 造船业的民营企业 如今已经尽数退出 月清是23家造船厂 目前已有15家企业 仅存的8家造船企业 接到的订单 还都是两年前的 陈晓东说 其实现在并不是 争取不到订单 只是按照造船业的 国际惯例 取得国外订单后 需要国内的银行 开具国际保函 给买船的客户 一个书面信用担保凭证 开具保函 实际上相当于银行 给造船企业追加贷款收信 由于目前行业不景气 现在的银行都不愿意再做这个事 所以想做成一笔国际订单 几乎不可能 陈晓东告诉我们的记者 造船业实际上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 为什么台州温州这些并没有造船业技术基础的地方 能够成为中国的船业之都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里的民间资金宽裕 民间金融发达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当初有利可图的时候 这些民间热钱是一轰而上 那现在呢 行业不景气了 这些热钱又一轰而散了 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陈晓东最终能够解决他的资金难题吗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目的呢 是希望金融能够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在实体经济火热的时候 这些资金愿意锦上添花 而在实体经济不景气需要金融帮忙的时候 这些资金却又不愿意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我们继续来看看陈晓东的借钱记 从2008年 陈晓东就把七里港船厂的生产交给弟弟管理 他每天往返于月清市和七里港之间 处理银行到期的贷款和争取再融资 这天陈晓东又去了温州几家银行 想再争取一笔贷款 但是一天跑下来最终一无所获 陈晓东说 以前风光的时候银行甚至会脱关系 请求船老板们贷款 如今行业不景气 再想贷款十分困难 我们在疯狂的这个行业里在造船 开始银行都是通过什么朋友啊 什么人啊 去找上面 还邀请你什么呀 去吃饭啊 干嘛 做一下 现在就是说 我们想请银行的人过来吃当饭 他们都会回避你 还是不想给你这个行业打交道了 陈晓东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 他担心万一关机 银行的人找不到他 在记者采访的时候 有几个未接电话 采访一结束 陈晓东立刻打了回去 想办法找钱还掉旧贷款 再想办法争取新贷款 是陈晓东现在的头等大事 他把各个银行的贷款 都在一张纸上列出来 包括哪天到期必须还 还过的就在上面打一个钩 银行一得罪了 他说在那期 哎呀又收一堆金啊 那里收的金 我就给死定了 我记得就是说 得罪银行是不可能有得罪的 你得罪 我往上就睡不着好觉 四处筹钱 让陈晓东心力憔悴 更让他担心的是 此前一个多亿元的贷款 会不会被银行抽贷 陈晓东说 行业内曾经有人 过不了资金坎 选择了跑路 他舅舅陈通考 就是其中的一位 陈通考曾经被看作 是温州民营造船业的旗帜人物 愚民出身的陈通考 在上一轮的造船热潮中 决得了第一桶金 东方造船集团迅速成长为 一家重量级的造船企业 生产的船只 出口到迪拜 阿联酋 意大利等国家 年产值超过10亿元 是温州地区造船业的龙头企业 但是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 东方造船集团遭遇重创 他们公司前后 有7艘遭遇了船东汽船 这些船被东方集团组织起来 进行海上运输 在海上运驾低迷 越跑越亏味的情况下 东方造船集团资金链断裂 已经到期的近11亿银行贷款 无法偿还 董事长陈通考 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 岳京市政府金融办庄志斌 在2011年9月 就曾经向政府提出 东方造船遇到银行抽贷 资金周转困难 当时我们就进行全面了解 他只有两家银行 对他进行了收贷 正在这种情况 我们市政府要求他 他们在7月1号以后 收贷的资金 全部要无条件 要续带给企业 但是越青协调银行的努力 并没能衔接上 东方造船集团的资金链 银行先后抽回贷款 到当年始月 东方造船被银行抽贷1.15亿元 陈通考也在温州 多位老板跑路的浪潮中 给市领导留下一封信后出走 1.5亿的数 大概有 他不是一次抽的了 大概是有十几次 最多的数 可能是两千万 小的只有五百万 那也许银行的抽 到那个抽掉了 受不了了 舅舅的出走 给当时同样身处困境的 陈小冬一级重创 此前 陈小冬投资9100万元 建造的两艘船 后来以8800万元 由东方造船收购 陈通考跑路时 欠陈小冬七千多万的船款 还没有支付 陈小冬说 在越青 东方造船的危机 引起的连锁反应 并没有结束 陈通考出走后 为东方造船担保的企业 飞越集团 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而为飞越集团担保的企业 还有六家 在资本活育的温州地区 企业之间的互保贷款 已经成为普遍的经济现象 2011年 越青全年银行贷款总额为821亿元 但抵押率不超过50% 这就意味着 有400多亿的银行贷款 是采取互保的形式 在经济不景气的形式下 中小企业在引起关系中处于更劣势的地位 一些银行甚至随意增加抵押物和担保关联企业 造成抵押扩散风险加大 金融办主任庄志斌 指着越青市重点企业监控名单告诉记者 越青市金融办一直密切注意一些 为老板逃离或者破产企业担保的企业 陈通考出走之后 陈小冬隔几天就要去东方造船公司走一趟 看看有没有可能拿回备欠的船款 采访这天 我们陪同陈小冬来到了东方集团 在越青七里港马道头的造船基地 他吊上东方船舶出口基地的字样依稀可见 但是整个厂区内却已经是空无一人 船台上两艘初具雏形的大船尚未完工 庞大的船体早已经秀气斑斑 陈小冬说 这两艘尚未完工的大船 已经被宁波海市法院查封 两艘已经造好的蓝色多功能船 也被法院查封在港口内 东方造船欠他的七千多万船款 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给他了 谈及舅舅的出走 陈小冬也时常担心 之前倒下的是东方造船 下一个会不会是他的七里港船业 之前是舅舅陈通考 下一个会不会就是他陈小冬 现在造船行业不景气 他的七里港船业 业务量也只有20%到30% 融资成本又特别高 基本就是赔本赚吆喝 这里本都保不住 你怎么保得住 我一个船厂投资一个亿的话 成本的话 我这个融资一年有一七多万的利息 我一年造了只能造这个20%的船的话 我能有赚这么多吗 骑着这个船造出去 就是说利润很薄很薄的 都是赚几个点的 陈小冬告诉记者 按照银行贷款利率 然后按照国家规定标准 上浮10%到30%的利息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贷到款 当企业需要现金的时候 采取什么方式放款 银行说了算 当企业需要流动贷款的时候 银行出于利益或审批考虑 一般会以信用证和成对汇票 或者商票的形式给企业融资 但是我们需要银行的企业们 银行说这个企业就是流带没有了 有变相变下了 开一个信用金啊好啊 开一个那个成对汇票好啊 什么啊 因为你说信用金给成对汇票 这个融资成本就马上就提高了一半都不止 第一还有这个周期只有半年的 陈小冬算了一笔账 如果采取银行成对汇票 或者信用证的方式融资 这一套程序变换下来 现金到企业手里的时候 至少要付出年利一分五厘的代价 每逢年底 这样的情况就会更加突出 最高时融资成本会达到年利一分九厘 而且政策的比如说我六厘多的 基本六厘多的年利啊 现在又都达到一分多的危险 一分半的危险 因为银行去年的话就是说 不是说我这个企业 其他的住地区的行业也一样 就说到银行的话 就是说整个温州地区这个 很多的企业都是遇到这样的 银行这个融资成本 就是步步高高下来的 陈晓东说 东方造船之所以资金链断裂 跟融资成本太高 也有很大的关系 东方造船当时有十个亿的银行贷款 每年的利息就高达一个多亿 这样的高融资成本 已经成了民营企业的一个沉重负担 三月下旬 听说国家准备设立 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 这天陈晓东急匆匆的 找到月清造船工业协会的会长 胡志兴 商量以协会的名义 再向商业银行争取一下贷款支持 和开具国际饱含的事情 现在造船业大部分企业 应该说都遇到了 融资方面的一个困难 因为银行对我们就说 这个产业就说更加慎重 特别是去年我们整个温州 九月份出现 各别企业就是说 资金率断了以后 就是说 对我们这个造船行业 是更加慎重的 在胡志兴和陈晓东看来 像造船业这样一个技术密集 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 银行近代政策 甚至决定着行业的生死 但是他们相信 如果金融政策上能得到扶持 造船业的春天会再次来临 支持这个企业 我已经支持了大概 整整的有三年多了 我一直是在支持 把他扶着扶着扶着 我想我会把我这个企业 会与此下去 等这个危机再过了 慢慢地把它恢复过来 三十年前 温州人以其独特的开拓精神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 政策空间下大胆试验 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 发展经济 从而形成了小商品 大市场的温州模式 其中以现代银行业为主的 正规金融 和以民间借贷为主的 传统资金市场 二元并存的结构 对于温州实体经济 特别是对小微企业的发展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民间金融市场 发展不足和不完善 始终又是温州经济发展 过程当中的一个巨大约束 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 温州民间金融的短板 也日益的凸显 矛盾是越发的尖锐 那么现在呢 有了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意味着直接金融交易 和间接金融交易 都可以在政策指导下试验运作 这既可以为温州中小企业融资 解决多方面的快捷 高效交易平台 又可以为温州的民间资金 找到一个正当合理的出路 引导民间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进而重建民间信用 完成温州经济的产业升级换代重任 大胆尝试 努力创新 希望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能够为中国的金融改革 探索出更多更好的经验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中央电视台财经